電源製作手搖飲 儘管已經進入秋天 但白天依舊炎熱 不少人都會點上一杯飲料解渴 台灣人奈何手搖杯非酒精飲料產值 經濟部統計2023年有望再創新高 2022年非酒精飲料 年產值高達570億元 年增3.8% 賣最好的就是茶類飲料 佔比高達三分之一 產值188億元 第二名是其他非酒精飲料 年產值也超過百億 第三名則是果蔬汁 年產值62億 但光是今年一到七月 非酒精飲料產值已經突破335億元 有望再創新高 綠茶 綠茶 每天都喝 基本上每天應該都會 像天氣熱的時候 你就想要喝一個比較 比較涼的 包括我們隔壁的辦公大樓 就有固定的 他們的會下來 就是偶爾就下來買個一杯飲料 那他一天可能買個三杯左右 真的不誇張 全臺每年使用三十九億個一次性飲料杯 發生下來杯子高度可堆疊超過四萬座 臺北一零一大樓 臺灣的消費者尤其是在比較年輕時期 就對於所謂的這個水之外的飲料 配合度是較高的 手搖杯 手搖飲的部分 它其實像是一個所謂的心理層面的小確幸 也就是紓壓 每天例如說你可能花幾十塊錢買一杯飲料 而且這個飲料的它的這個多樣性 品牌的選擇 都可以讓消費者有更多的 用所謂的這個歡愉感 至於全世界都愛的珍珠奶茶發源地 就是臺灣 專家分析手搖杯加盟門檻低 市場接受度高 加上業者持續推出新品各種促銷活動 年產值有望上看六百億元 華視新聞才好奇 崇永信 臺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